有很多公司公布了业绩 其中也要谈谈小米 简单谈谈大数 小米的中期纯利增长1.4倍 不太中期息 以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 经调整净利润升大约1.2倍 单看第二季 收入及经调整净利润都创了单季纪纪录新高 上季经调整净利润按年升8.7 有63亿 季内的收入是878亿 增长6.4 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及出货量都创新高 这部分的收入增长8.7 有591亿 智能手机出货量到5290万部 增幅是一样 集团上季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首次超越苹果 晋升全球第二位 另外可以留意小米同时公布了首项电动车的相关收购 计划以6亿港币 收购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叫做心动科技Deep Motion 小米总裁王翔都说 收购心动科技可以缩短自动驾驶的上市时间 Patrick 你怎样看 今次小米公布的份业绩 以及兼公布了第一次跟电动车相关的收购 有没有惊喜呢? 有惊喜的 我想业绩比预期好 我想原先大家可能曾经 有些人会担心 印度早几个月的疫情是很严峻的时间 都担心它会不会印度市场的手机销售 会有些比较大的影响 似乎又看不到有什么太大的情况 整体上的业绩是给大家驚喜 还有我想你看到 毛利率方面 亦看得到按年有一个上升的情况 整体上的分项业务 智能手机或者互联网相关的业务 其实增长都是理想的 所以整体上的业绩是交到功课 所以理论上股价应该短期 是有空间 我想挑战28元的位置 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另一个重点要留意 就是它这次都有一宗收购 涉及到就是心动科技 可能发展未来的电动车业务 这部分来说 我想市场都会有些憧憬 因为新能元气车或电动车 都是内地国策的方向 在这一范里开始有业务发展 是多了一范的憧憬 但当然中间有些因素上都要留意 例如你未来发展电动车业务 试一试回28元的阻力位 嗯 你讲到有机会试28元 刚好我们有网友Tim Timmer 他就想问 他说810他辞货很久了 买入价就是28元 他说好不好 今天趁业绩好沽了去呢 有没有机会上回这个水平 我想你看图方面来说 其实小米都是处于一个横行的区域 都能走到一段时间的了 你看图 那上面我刚才提到 28元你可以先去到这个位置 或者你松一点 可能27.5元附近 看看当时的走势 仍然是否比较强劲 如果是什么叫强劲呢 譬如你看到成交很大 北水方面 仍然是有些资金买入的 那你就会继续坐多一会儿 但如果你不是 发觉他上到27.5元附近 看到那些北水是淨沽出的 那可能你那些位置就先走了 情愿让他回吐才再买 所以我想小米也是一只北水外股 所以看它的时间 不妨留意北水动向 如果我们发觉 是有连续都出现淨沽出的情况 可能你就会先沽货 就安全些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